各位观众奇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庆祝订阅1000人 中国流布局大放送 好 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就是我的订阅人数已经破千人了 那之前破千人的时候 就在想一定要录一集特别的 好来跟观众奇友们分享一下 那结果呢 我发现中国流布局 虽然很多的网路 或者是包括围棋TV 赵新华老师都有讲到 但是对于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右下角这个局部的战役 始终都没有一个教学 是讲得非常仔细的 然后这个变化呢 总是有讲没有权 不然就是有一些破绽 那我想说今天正好用这个订阅1000人做一个纪念 那怎么形成这个中国流呢 我倒不是那么在意啊 因为我们主要今天要讲的是 白棋挂过来之后呢 黑棋这个非常厉害的一首这个尖飞 那中国的布局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他大约已经流行了七八十年 那如果你想要下 基本上是一定下得出来的 好除非人家第二首啊 就不去站空角直接来破坏你的这个形式 那如果白棋这边是小飞的话 好抱歉这个小木的话 一般来说呢 他不会直接选择挂这个边 好这个理由其实也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挂完啊 哪怕黑棋就算是走一个最简单的 这两手棋跟这两手棋啊 其实白棋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便宜 因为你这个只是一个边上的拆二 本身也不是效率很高 我这个是一个手脚 加上这一支的配合啊 现在也非常的棒 所以你这个跟我比起来 你不比我好 那明明是你先走 可是你走了一个不比我好 那结果呢 还让我去走到棋盘的另外一边啊 一般来说呢 除非白棋肯先吃亏 不然是不会这样走的 白棋的想法大概会是这样 好这个上下这两条边啊 价值一样 那可是我如果走这个的话呢 我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效率的这个拆边 那你得到的是一个有效率的挂角 所以这边白棋大概会有这个挂一下 那黑棋呢 这个点也是非常大的 反正就是让这个价值比较低的这一边啊 让白棋先来行棋 好当然啦 也有可能这个局面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白棋反正不管三棋二十一直接挂进来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反正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这个 肩飞之后呢 这后面一系列的全部变化 好至于这边是腥味还是小木啊 还是无忧角 这个倒不会跟这里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好那老师这边现在要先讲一下 这个坚冲呢 他的用意就是中国流他导致极战的一个奥义 好那曾经有两个中国棋手是拿黑棋啊 指下中国流分别是王玺九段 还有这个王玉辉老师王玉辉棋段 那王玉辉老师是聂卫平这个中国棋盛的徒弟啊 然后他这个棋底非常的强 他们这两位中国的一线棋手呢 曾经呢在两年的期间内啊 不管是围甲还是大型比赛 只要拿黑棋他们只下中国流 好他结果呢这两个这么执着的棋手啊 在下完了这个好几年的中国流之后呢 有一天就讨论起来 他们说中国流最厉害的就是他逼迫白棋啊 一定要在续盘阶段跟黑棋发生战斗 白棋只要不发生战斗啊 那黑棋领先大概是10目以上 那我们知道在职业高手的观念啊 如果你已经盘面被领先了10目15目了 这个应该是就不可能赢了 所以白棋只能发生战斗 但是我们都知道呢 早期发生战斗一定是黑棋绝对有利 再加上黑棋的行棋步调很快啊 到处都有黑棋的紫 所以呢逼迫白棋发生一个不有利的战斗 是中国流布局的一个精髓 那一切就从这一早起啊 开始衍生了 那白棋现在大概呢有以下两种硬法 第一个是上帖 然后第二个呢是下爬 基本上来说第一杆一定都是上帖 因为中国流布局它这个正式已经出来了 这个头啊一定比下面的实控重要 这个贴完之后呢 黑棋下一手非常关键的 一定要下队的一手就是这个联班 如果你不会下这个联班 那请你千万不要用中国流布局 好 当然呢这个联班呢它非常的可怕 因为自己骑行不太好 你看这个有断点 这个其实呢是一个小飞 等于有点看起来到处都有缺陷 但是呢很意外的是啊 那这一早起经过职业骑手后面的深入研究啊 发现白棋根本无从应付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白棋的第一杆当然一定是切断作战 这个切断作战 乍看之下黑棋这个两个棋子已经被分断 白棋这边是两个棋子 黑棋这个离白棋这个作战距离有点远啊 好像这个战斗黑棋不利 那这后面呢就衍生出很多的套路 好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先讲这个断掉之后的作战 好然后才会讲因为白棋断掉啊 无论怎么作战都不有利 所以白棋只好选择委屈的这个外班 然后最后再讲到呢 连这个外班啊白棋都没办法应付啊 所以白棋呢 这个有其他的这个更委屈的下法 好那所以我们还是要先来看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断 这个断之后呢黑棋接下来啊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首棋呢 是这个贴下 所以注意哦这每一首棋都是错一早满盘结束 一开始的这个飞 然后强硬的扳柱 然后再强硬的立下 这个看起来糟糟无理 刀刀剑骨啊 可是这个就是最关键的三首棋啊 然后这三首棋你没下队 所以后面就黑棋是简单就是不行 这三首棋你下队了 白棋就是面临几乎半崩溃的局面 现在这个互相扭断之后呢 白棋大概只有以下两个下法 第一个就是往这个方向长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往天上长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往这个方向长 往这个方向长呢 它间接就给黑棋这三个指一定的压力 他瞄准的下一首呢 这个这个尖顶 那这时候黑棋的应对呢 就非常的思路要很清晰 就是他一定要抢到一个先手 可以把这个地方的毛病给补掉 只要这个任务完成啊 白棋这个藏过来的所有的意图啊 就烟消如灭 黑棋这时候呢 往这个方向很长 这是必然的 一定要这样走 好 现在白棋还来不及对黑棋动手 因为这个自己这里啊 都有问题 有缺陷 所以这里白棋必须要先照顾好自己这两个棋子 白棋呢大概有这个 四路的跳跟三路的跳 然后四路的跳是简单就不行了 这只要一被冲下来 这白棋如果从二路打 那个一开始大家进行作战 你就在二路连爬好几手 那个外四全部给黑棋啊 那这个白棋一定是不行 可是如果从这里交织呢 黑棋一立下来啊 这三个棋筋就挂掉了 所以四路跳是一定不行的 四路跳不行 所以白棋大概就是三路跳 欸 各位棋友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叫做什么 是不是叫做左右同行 好 这个左右同行中央有棋啊 但是这个中央是没棋的 这只是告诉大家说 这长得一模一样 长得一模一样 那轮到谁先 谁一定是占据极大的优势 先来轮到黑棋先 所以黑棋率先出棋 好 先这个尖顶白棋棋型的要点 白棋如果撒乎乎的一 往外一长啊 黑棋 这个是手筋 白棋这两个棋子就死了 所以白棋这里呢 只好委屈啦 补好自己的棋型 接下来黑棋 非常重要的一手棋喔 呃 请大家想一下 这手棋不容易猜出来 但是 如果 你没有下出这一手棋呢 这盘棋黑棋就崩溃了 所以中国流布局 它好玩的地方就在于 不是你崩就是我崩 好 大家看谁崩得快 玩崩崩了 好 请你想出这一手棋要下在哪了吗 来 公布正解 非常不起眼的一早起啊 可是却是 呃 这整个 进攻理念上最至关重要的一手 看起来最不起眼的走在二路 白棋接下来当然不能容忍被黑棋搬下来 这样自己这块棋就死了 好 那白棋就从这里搬出 好 那黑棋呢 翻 白棋这个地方有弱点 所以必须要 这个 继续走棋 好 不能抵抗 如果你随便走一个 被我这个 一段 一长 这个里面 你就 一命呜呼了 因为如果你景气的话 我由于这个是绝对先手 帮我这个一扑 你这两个棋金死了 你这个就 不要说攻击啦 成为 浪费两手棋 所以你这里要接 那很简单的这个属器啊 白棋已经不够了 所以呢 这里白棋是不能抵抗 白棋不能抵抗 白棋没关系 白棋就跟着长 那黑棋呢再贴 白棋这样不能板出来 请自行研究 所以只能继续往后退 走了这几手棋呢 乍看之下 黑棋在帮白棋维抗 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四路维抗 这个抗其实维得还是蛮得意的 可是大家有没有印象 刚才黑棋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先手把自己这一块棋处理好 然后对白棋率先攻击 现在由于刚才黑棋 悄悄的力道的这一手棋啊 这块棋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壮 黑棋这时候拿到宝贵先手 率先对白棋攻击 这个白棋就九死一生 这边看起来连压很多手很损 可是争到一个宝贵的先手啊 白棋这两个棋子呢 本来的如意算盘是走这个 如果在没有这一手棋的情况下 走这个黑棋不能够长三三 不然一样就被白棋给挖死了 那黑棋如果只能走这个呢 白棋呢 再板入三三 黑棋如果必须要继续委屈在这里爬火啊 那白棋这个地方处理起来就非常容易了 可是呢 这个黑棋呢也不能够断 因为断的话 这个很简单 我叫吃一下 然后 这个 退一下 你这两边只有三口气 我这个有四口气 可是如果你 为了这几个子不要死啊 你这边再被我打一下 这样子 黑棋就简单死了 就算白棋这边没有这一子啊 白棋这个简单的立沙 黑棋还是不行 好这个气是已经不够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叫吃呢 白棋有四气 黑棋只有三气 好 所以这是本来白棋的如意算盘 也就是为什么 好 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听好哦 当初的 这个立下是如此重要 因为有这一手立 所以白棋这个啊 不成立了 白棋如果真的还敢坚定呢 黑棋顺势就三三一场 白棋这个地方是 不可能做出两个眼的 好 退一万步说 就算白棋用一些这种 超级损的手段啊 就是什么 乱靠乱挤啊 反正为了做活 这个 任贼做父啊 就是所有的这个坏棋 全部二手连发 好 就是试着要做活 就算是让白棋在这里 真的活了 但是黑棋拿到一个先手啊 这里不管是 就是把这个中控围起来 或者自己手一个脚 这白棋就大半 为什么大半呢 很简单 白棋这个地方叫两眼活 对不对 可是黑棋这个地方是有空的 那 这个脚一定比这个脚大 这边还有搭配 那这个地方的控呢 一定比你多 还加上贴木 那就请问大家 白棋靠这里的控 跟黑棋这里的控 跟潜力比 这不是 以软及时吗 好 所以这个图呢 白棋是绝对不行 也就是 当初呢 白棋的这个 往这个方向长啊 是 最快落败的方法 好 那 白棋当初的选择有问题 白棋当初 不能够选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好 白棋当初呢 不应该选这个横长 而是应该选择这个往天上长 可是往天上长呢 黑棋也有应对的方法 好 黑棋应对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这时候啊 由于这个往天上长之后 这两 这三个黑棋已经 呃 没有什么压力了 他不像这个那么厉害 没什么压力 黑棋这时候呢 就 呃 可以在这边啊 这个多欺负白棋一下 这时候黑棋就 这个 非锋白棋 那白棋在这里呢 为了要活棋啊 没办法 只要在下面 呃 爬一爬 求活 首先这一连串呢 黑棋已经赚很多了 大家有没有印象 刚才 白棋是在四路维扣 好 而且头呢 这个在黑棋前面啊 非常的 挺拔 现在白棋这个叫做 在三路维扣 而且全部都被压在很低的地方 黑棋这个地方啊 这个三个棋子连在一起呢 这个冲段基本上增值问题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非常的厚实 所以在 这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哦 可是在这里 其实白棋已经亏很多了 走了这几手棋之后呢 黑棋就冷静的 把这个双方棋型的要点站住 那这样子一来 白棋这两个棋子就 有跟这个地方对杀 天方夜谭 这个地方也不可能下来 因为我已经活了 我已经活了 你这个下来 这只是破我一点点空 你自己这两个棋子还没活 你又再制造一个孤棋 那 你不是 两边必死一边 就是两边都要死 好 所以白棋现在呢 没有办法 这个只好要先处理这两个棋子 首先呢 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刚才说了 黑棋是不怕你下来的 好 我这个中间走一走 你你下来 有下来有可能会全死 好 那 上的这个思路呢 这个跳 大概也没什么意思 因为你跳完 你还是下不来 你主要的 这个矛盾点 是要跟这里的黑棋 进行一个对攻 所以白棋呢 在这里有一个棋型的好点 是走这个尖 走这个尖 一般来说 黑棋的头就被白棋给压制住了 可是呢 由于这边有三个棋子 所以黑棋这时候可以潇洒的飞出 本来啊 这个棋型是很歪的 什么叫很歪呢 在围棋上就是呢 棋型不正啊 有很多的弱点跟毛病 会受到对方的这个欺负 可是由于黑棋这边呢 有多了事先准备了三个子啊 所以这个算看起来是很歪的一手棋 可是意外的 这里其实白棋 没有什么突破黑棋防线的好手 那白棋这个没办法继续走 那黑棋也跟着继续走 这个走着走着 大家就看得出来啊 这个是黑公白 这个白棋单方面在串讨 这边没有这一支 不好意思 那我们同样做个形式判断啊 那我们用一个职业棋手常用的 叫做半盘分析法 就把这个棋盘切一半 切一半 来分析 这切一半呢 上面双方各两个子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下面呢 下面这边是白棋的空 可是黑棋这里的空 绝对不比白棋少 对不对 好这个地方的空也很多 那中央这两个呢 很明显是黑棋比白棋强 而且黑棋呢 这边呢 中央还有空 还有潜力 白棋这个叫做单关 在这里一跳 然后这个边上黑棋有一个子 这个边上白棋还没有子 所以这个一目了然 黑棋好 所以就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当白棋断完之后啊 黑棋只要冷静的挡下来 挡到这一手棋 之后不管白棋是藏哪一边 这个作战白棋都是极为不利的 那也就拉回了我们之前讲 这个王锡九段跟王玉辉七段老师啊 呃 说这个在续盘倒是极战 可是白棋会非常不利 就是这个原因 好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先把这个棋盘回复一下 好 棋盘就回复到我们刚才这个 这个状态了 好 白棋切断之后呢 只要黑棋挡下 白棋不管藏哪一边这个战斗都不利 那白棋怎么办呢 白棋就想说 好啦 那我就这个委屈一点 我就不断了 我就搬过来 在我还没有把后面的变化 全部讲解完之前呢 我希望所有的棋迷朋友啊 先有个观念 就是只要白棋走出这手棋啊 这个白棋已经亏了 为什么白棋已经亏了呢 围棋它是讲究 效率跟这个厚薄的一种游戏 我效率越高 我的棋型一定会越薄 我的棋型越厚 代表效率越低 大家看一下这个棋型 这么薄 在这么薄的棋型 白棋作战都不有力了 那就只说明一个问题 就代表黑棋发挥到最高效率 就这个效率高到 虽然薄 可是你根本没有手段 那我这个效率就是达到了一个极致 我的棋型看起来是好像有问题 可是呢最后你拿我没办法 那我这个 这个代表啊 我这个效率呢一定是很高 代表呢 我这一连串的下巴 是这个七负整理 所以这一手版呢 虽然之后还有变化 但是呢先建立一个观念 它既然已经不能够追究黑棋型的弱点 它本身就是承认 你的效率很高 然后我拿你没办法 好 这个搬完之后 黑棋这时候也很重要的一手棋啊 就是这个贴下 这个贴始终是要点 这个贴始终是大家必须要知道的 这个贴完之后呢 这个棋型有没有像这个搬二指头 我们来看一下 这相当于这样子嘛 然后我搬到了你的二指头 对不对 那结果呢 黑棋反而把自己当出一个 看起来很薄的棋型啊 走得很厚实 反而让白棋棋型出问题了 好 这在我们围棋中 就是你退一步 你就要退第二步 你退了两步 你就要退一百步 好 现在呢白棋呢 不可能再作战了 好 刚才作战都不有力了 现在人家已经藏下来一只了 你还作战 不可能 所以白棋大概就是从这里 交吃 一起接 白棋接下来呢 有两个 手心手背都是肉 但是就必须要挖一块出来 这边有断亭 这边有断亭 到底要补哪一个 在一开始的时候啊 其实还是有一些棋手觉得这个棋补上面还是蛮不错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中国流既然是对外面要有发展 那我把你这个外面的潜力全部破掉 这个我以大局为重啊 这个棋走在外面应该是不错的 可是呢 我相信敏感一点的棋友就知道这里有一个绝妙的手筋啊 就是这个点 这个一点白棋就欲哭无泪 首先呢 你如果走这个啊 就是 假 假棋型 这看起来好像虎的棋型很好 其实呢 一走这个棋就渡过了 这个棋渡过了呢 你还不能不理 因为你现在这个棋很薄 那你必须呢 还在这边这个扳一下 好 那这个黑棋就算是简单的这个退回啊 这里 你这两个棋子死了 那也就算了 不打紧 重点是你这边还留有一个断 这个断如果再被我断下去啊 我自己一块活棋断你 你这 这几个棋子已经不是后世了 然后是这个 一个很重的 这个 呃 也不能算龙吧 因为它的棋子也 也非常的呆滞 就是一块很重的要处理的棋 所以变成你还要落后手去补 那这个棋其实白棋是 我们用手割法就发现这个白棋是简单的不好啊 为什么简单不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相当于这样 好 这个棋呢 我们再 呃 稍微 把它首个分析一下 大概是这样子的棋 这个棋 黑棋绝对没有不好 因为首先这个是 小木 小木一尖跳 虽然是有一点 过于尖实啊 可是毕竟它也是一个阵型 白棋这两个呢 呃 看不出来作用在哪 这可能还在这里还比较好 这个这样子 有有有一点太缓慢了 好 太缓慢 当然呢 黑棋这手棋呢 也不太好 这跟它交换一下呢 微不了多少空 然后呢 白棋变得很厚实 这个碰当然也不好 好 这个碰当然它 避免啊 这边以后可能被白棋点啊 还是什么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它是帮白棋走棋 然后它严格做才也是不好 好 这些棋呢 黑棋都有亏 但是大概都是小亏 怎么说小亏呢 就是说呢 这个棋啊 如果黑棋呢 这里是黑棋的空啊 黑棋这样走是效率很高的 只可其实这里棋并不是黑棋的空 这以后白棋是个碰山山 这一定有棋 一般来说我们在脚上啊 一定是必须要花两手棋才能够把脚护住 好 这边你没有花第二手棋的情况下 这个脚地不是你的 好 但是我现在想请各位 这个棋友想一下 如果说这个地方 黑棋一围这里面是没有棋的话 那其实你会不会觉得黑棋这个效率比白棋高多了 好 因为我们刚刚记不记得 其实是黑棋拿到先手 好 黑棋如果一手棋可以把这全部围住 这个 一定是黑棋大好 好 其实很可惜的是呢 白棋只要一碰 这里面一定有棋 所以黑棋这个 痴人说梦 好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如果这里面有棋的话 这个黑棋好 好 那有了这个结论 我们就来看 白棋接下来干嘛了呢 下一手 锯损 好 把黑棋下面全部撞后了 眼味撞出来了 第二手更是莫名其妙 去 这个 横顶这一手棋 痾 这两手棋下下去 对白棋的眼味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白棋的厚薄一点帮助都没有 反而还去死了两个棋子 这个叫做 损之又损 称之为大损 而且 黑棋这里多了两手棋之后啊 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成空了 怎么办 等于你送黑棋一手棋 好 你送的黑棋一手棋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碰不碰这个 痾痾ability 全死了 全部被吃光了 這裡不存在任何味道 你這個叫吃我喔 我吃掉也可以 你這個打我的接 你看起來好像吃我這個沒有意義了 我叫吃 如果你走這個我這個一打一吃 你這裡面一個眼都沒有 不要說我們做活要兩個眼 你一個眼都沒有 你吃這個嘛也幾乎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個從地面叫吃你 你看這時候你就會發現 你損這兩個子損多少 你這時候一段 黑棋順勢一吃 這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全死 所以 這個其實白棋叫做虧一手棋 如果白棋虧了一手棋啊 那同學們 這就不是前面黑棋這一些小損手 可以同日而語的 黑棋可能是這個稍微損了一兩木 兩三木 可是你是損一手棋 你這樣本來這裡 不是黑棋的腳啊 直接變成了 因為多了幾手棋之後 直接變成黑腳了 而且更糟糕的是 現在黑棋也不會這樣圍了 因為本來圍這手棋就很好 可是現在由於這下面三路以下 它全部是我的空 我連圍都不用圍 好你損了超過一手棋的價值了 那這個 黑棋隨便把你這個地方的正式破掉啊 你這個已經虧飛了 所以呢 這個棋是絕對不行 那這個棋不行怎麼辦呢 那有棋友就說啊 那沒關係 你點我的時候呢 我就忍耐 我就接觸 我棋心雖然醜啊 但是無論如何 我還是爭到了這個頭 好爭到這個頭 那你這個棋子呢 可能活可以活啊 但是反正就沒關係 讓你活 好 這個問題啊 已經不是黑棋去活這個棋子了 好問題是你這塊棋的棋型成為 黑棋追究的目標 這時候黑棋不是從這個地方掛 從這個地方掛白棋打入 確實這個後面的戰鬥很難看得清楚 黑棋是這個非常瀟灑的二肩掛 這個二肩掛呢 我先講一下 白棋這手已經不能打入了 因為這兩個棋子其實它是一個超大飛 它本身是有一定的聯絡性 你如果打入 我這時候把你封住 你在上面活的目數很少 自己這塊棋越來越危險 好 一般來說呢 這個二肩掛白棋印一手是很開心的 好 因為這兩手交換其實黑棋是損的 怎麼說損的呢 白棋這本來就有一手棋的價值 既互助了腳 又產生了對邊上的控制權 而黑棋這手棋呢 離腳地很遠啊 其實它不像這個 這個馬上就有 這個小飛進腳 這在這裡的話呢 就沒有什麼後續手段 理論上來說呢 不看其他地方的配置啊 這個交換是黑棋損 可是我們一旦看到這個全局的配置呢 就發現黑棋下完之後呢 這個地方一掃尖 這個 白棋這幾個棋子啊 這個跑也不是 不跑等著被吃 而且 也不知道它在這裡到底 除了給自己增加這個 醜陋程度之外呢 也沒有任何 可以值得 就感覺不太像在下圍棋啦 這樣比較明白一點 那我們一樣用個半盤分析法 好不好 這個上面呢 各兩個棋子 沒問題 好 下面呢 這裡的控啊 一定比這個腳上的控多嘛 對不對 這個 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地方多了幾個棋子啊 這裡基本上是沒有棋的 這個腳上的控比這個多 那 這上面一樣 這個腳地控比它多 那黑棋這個控是白來的 白棋這一串單關是 是白白被黑棋攻擊的目標 然後白棋這個地方 補棋都不見得能夠活了 更何況 現在白棋還 呃 還 還沒有 還沒有補 好 那所以這個白棋應該也就是簡單崩潰了 所以經過上面這幾個 講解啊 我們發現呢 來 在這個情況下 白棋是 絕對不能去接上面了 然後只要一接了之後呢 這個棋局就草草結束 好 那不能接上面 白棋就補下面的斷點 這段黑棋咔嚓一段 白棋這裡是 這個只不能死的 這個只死的話 就死太大了 跑出來 黑棋呢 也跑出來 又是一個互相戰鬥的局面 但是這個戰鬥局面啊 相信大家一看一目了然 這個是 黑公白 而且白棋被攻得非常慘 全部都在黑棋的勢力範圍內 一樣首歌分析法上面兩個棋子 下面我這一塊空 可能比你這一塊稍微薄弱一點 可是你現在自己這塊棋很弱 你基本上也不可能打入我了 好 那 你這個 黑棋這個 公式啊 非常的 波濤洶湧 白棋這個棋子先不要說 能不能活了 好 這個 就算是活啊 這個周圍呢 白棋 黑棋取得的利益啊 一定是 遠遠超過一首棋的價值 這如果真的下成這樣 我們稍微擺一下示意圖吧 這裡 你繼續跑 這個我就把你封住 這個地方你出頭也很困難 你這裡 基本上我剛說的 這個打入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黑棋是活棋 你這個打入自己又製造一塊弱棋 你做做活 好 就算是我這邊 這個冷靜的 就是把棋都連回來 欸 我們發現 剛才是說這一塊空不比白棋的大 現在這一塊已經比白棋大了 好 這個腳很肥 帶著邊 白棋這個腳跟邊還差一首棋 好再來呢 呃 這個地方啊 一排的後四啊 這個是白來的 好 白棋這塊棋基本上也還沒有處理好 所以這個也是簡單不行 那 嘖 講這麼多 大概就 揮回前面一個結論 就是呢 白棋的這個 班啊 其實也是不太行 好也是不太行 那這裡呢 白棋其實還有 最後一個 更委屈的下法 好這個更委屈的下法 雖然 實戰中不常出現啦 但是如果真的出現了 其實 我們經過這一集的講解 你也發現這個 中國牛布局是很多的這個套 套手在裡面 不小心被套中 你就會 瞬間局勢380度 好180度大逆轉 來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說了 這個打完之後 街上面不好 虎下面也不好 所以白棋有一個下法就是 那我這個打也不要打 因為我打了 反正也是沒有意義嘛 那我就這個當虎 在開始講解之前 老師還是要先從旗里上跟你們講 這從當初白棋沒有辦法斷 只能扳 到最後連打這一下都不敢打 只能虎 這只能說明白棋叫做 一退再退 只能說明黑棋是 一直在欺負著白棋 所以黑棋的形勢 只會好不會換 這個以棋理來說 是絕對如此 當然在實戰上呢 不小心走錯一早起 可能會滿盤皆輸 但是我們這個觀念要先建立起來 黑棋接下來呢 你打 不敢打我到你長 那 白棋這時候回來 唯恐是沒有意義的 我這個就一路壓過去 這個 這個外面比 比天還大 這個下一手其實 黑棋都 黑棋不下這個陣勢都已經 超大了 何況現在還該黑棋走 所以這個是不行 所以白棋呢 上著這個地方有這個虎啊 先人引一下 接下來白棋是可以直接 飛到這裡 由於這個 斷點已經沒有了 這個出頭快一路 黑棋呢 沒關係 就跟著白棋圍 這以下大概會變成這樣子 那 在這個情況下 好 呃 怎麼說呢 乍看這下好像是屬於一個 黑白對尾 其實呢 不是這樣子 黑棋這個地方的空 已經全部圍起來了 但是白棋這裡其實還是 呃 不但不是空啊 而且弱點還是很明顯 現在黑棋從這個地方 掛腳 好 白棋不能夠硬 只要你一印 我這個地方 就算是簡單的 這個 拆個二啊 以後我有這個飛 跟這個飛 我這塊棋是活棋 只要這個地方活了 你這一 這一層 只是一層皮而已 好 你當初這個叫做送我控 所以黑 白棋這時候 只能從這個地方加棋 黑棋這時候 非常聰明的下巴 就是把棋轉到另外一邊 把棋轉到現在呢 比較有價值的這一邊 好 白棋靠這時候黑棋注意喔 千萬不能夠照定式走 你一般這白棋絕對 是跟你作戰的 好 這個地方自己後 後四棋這麼多 黑棋這三個棋子 凶多吉少 所以黑棋這時候呢 就碰 碰的時候呢 白棋啊 也不會走這個了 如果白棋啃走這個 黑棋轉翻了 這個走完之後 等於把這個腳撈了 白棋這個棋型非常重複 白棋這時候呢 一定會強硬的搬住 黑棋一樣不要搬出來 一搬出來就是發生作戰 黑棋這時候就退 讓白棋接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不是定式 事實上這不是定式 因為這個黑棋很虧啊 我們看這個棋 跟這個棋 這個腳上黑棋的空全沒 這個黑棋虧很多 但是呢 黑棋現在拿到寶貴的先手啊 就冷靜的回來拆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根本性的東西是沒有改變的 什麼是根本性的東西 就是白棋在這邊 築起一個看起來非常 這個厚的這個外式啊 結果輕易的就被黑棋給 破掉一塊空了 而且由於黑棋這兩個棋子 都是在四路啊 在高的地方 白棋這中間其實是 為不了什麼空的 白棋這裡只要為不了什麼空嘛 那等於當初這個都是白送的 好就是我 欸我送了你一百塊 我希望我能夠賺一百二十塊 結果最後我這一百二十塊全沒 那你這個一百塊不是就是送的很冤枉嗎 好 所以這個下巴呢 雖然在局部黑棋燒虧 可是全局來看啊 呃白棋明顯的是大劣勢 因為白棋之前這裡全部都是在送黑棋空 好 所以講了這麼多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啊 當初白棋的這一個上貼 是 呃 不管怎麼掙扎啊 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只好來看白棋 如果下貼 這個下貼 這些 呃 以旗裡來看就是很 很有問題 然後當然我們還是要 幫大家講清楚說明白啊 好 今天我既然 趕入這個中國流布局 這個相關所有變化我全部都是要講的 好 來這個下貼又分成兩個階段的下貼 什麼呢就是我下貴也分成單膝下貴跟雙膝下貴 第一種下貴方法是 我貼一下 再貴 好 貼一下再貴 好 貼一下再貴 貼一下再貴呢 黑棋沒關係就退 好 那白棋這時候就發現一個問題點啊 是 你退了這首旗走 你把黑棋這個地方弄得很很結實啊 這 黑棋就 跟著你微微空 由於你這個地方是有缺陷的 那 你 你不太能走這種瀟灑的肥人 這跟剛才不一樣 剛才大家記不記得這個棋只是走在這裡 好 這個地方是沒缺陷 所以你這個棋走在這裡你有缺陷 所以你只能貼 你貼完之後呢 可是 黑棋強啦 黑棋就不怕你 黑棋強行作戰 你如果走這個那不得了 這個被搬過來 這個棋 大家看一下 這一塊 怎麼是你這一塊能夠 吃的 受得了的呢 好 所以黑棋 白棋這裡啊 忍無可忍 則無需再忍 可是無需再忍的結果是 這時候黑棋就冷靜了 跳方 白棋跳 黑棋就跟著跳 又陷入我們前面一個圖 叫做白棋單方面挨揍 好 這裡呢 白棋走 黑棋沒關係就跟著硬 白棋再走 黑棋 就跟著走 看起來好像很委屈 都走在二路 但是 只要這幾個棋子沒有問題聯絡了 那白棋這個地方怎麼辦 白棋現在攻這一塊已經不可能了 只好繼續把頭往外走 那這個走著走著 剛才說的這個下來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黑棋已經連回來 但是你不下來你自己又沒有活 那這個白棋就 逼迫一定要一直去走單關 好那這個 白棋這個地方都還沒有圍到啊 黑棋這個地方已經是連腳帶邊 然後這個地方又是連腳帶邊 這裡又是一個這個中央後勢 白棋還要落後手 那這個是 呃 就是 虐待啊 真的是受虐 如果白棋這樣子 我是覺得他可能覺得圍棋 是一個很不人道的一種行為活動 所以呢 呃 先長再跪 這個不行 那直接跪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稍微抵抗一下 再下跪 取得不了好處 那我直接跪嘛 反正我竟然都是要跪 我早點跪 早跪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說的 貼一下 再跪 這個不行 那直接跪 直接跪 沒關係 白棋就倒 黑棋長一下 白棋長 好黑棋長 白棋本手是要回拆 可是如果你走這個本手啊 這個棋就不用下了 好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出來 這個 輪到黑棋先 這個棋 白棋是這個 黑棋是這個 還輪黑棋 好這個沒辦法 但是呢 白棋呢 不會這樣走 好 他這個先跪完之後呢 他挺出的時候呢 他會跟著 黑棋走 好 好 搶佔雙方勢力的要點 那黑棋呢 也沒關係 黑棋就 違空 這邊乍看之下 好像跟剛才我們前一個圖 有異曲同工之妙啊 可是其實 完全不一樣 我還是先把節奏拉回來 今天講中國流布局 我們已經講了 當黑棋飛之後 白棋挺出的三四種變化 現在又要再講 黑棋飛過來之後 白棋選擇下爬的三四種變化 那加起來可能八九種變化 都是 在實戰中會出現的 也都是我覺得 我的節目跟其他人節目 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呢 這樣子的講解 就有個壞處 就是呢 訊息量太大 講得太細微 講得太細微呢 如果你的精神狀況不好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承受 這麼高強度的 這種教學節目呢 那可能 你要先休息一下 所以在我正式講這裡 所有的手段之前 我希望你是處於一個 精神狀態良好 心態正常的狀態 好不好 好 沒問題的話呢 我這個地方就掛 你說啊老師我知道啦 這個夾完之後呢 轉到這裡嗎 欸不 這時候由於啊 白旗這個地方 他是爬在這裡 他不像剛才 剛才是這個選擇 剛才大家有沒有印象 剛才是這樣 剛才是這個虎 他現在不是虎 他是爬 這個地方白旗是變弱的 這個地方白旗變弱啊 黑旗 不用跟你客氣了 這個地方先碰一下 白旗這裡不能亂搞 假設他覺得 我這個不是很厲害嗎 我跟你作戰 這個在我們看完聲音集節目有講 這個白旗這只不能死 只要跑 那黑旗從這個地方 打出來 白旗就排面直接輸30目 這地方圍大概就只是比這裡多圍一點 可是本來是腳上的白旗 現在變成全部都變成黑空 這個黑旗的木20目 白旗損了10目 這裡一區以來30目 30目 你這一上來直接損了30目 這個旗應該也不用下了 所以這裡不能亂搞 當然因為這個情況呢 還是有可能發生了 所以講一下 這個地方碰之後白旗都單退 黑旗這時候呢 就跳出 白旗不能容忍被黑旗飛下來 所以白旗這裡必須硬 黑旗這裡呢 頂 這如果再飛下來 黑旗就活了 所以白旗這裡只能 這個 既違控 又奪更 可是由於黑旗這個地方頂住了一手啊 再加上白旗這個地方呢 比較薄 我們看如果這個旗子是這樣子 移過來 這個地方沒有問題 可是由於這個遠了一路啊 當黑旗在壓的時候 白旗這裡不能抵抗 白旗只能退 更慘的是 當黑旗再壓的時候 白旗還是不能抵抗 你看如果這個旗在這裡的話 該有多好 對不對 可是就是因為遠了一路 你說白旗如果抵抗呢 這個抵抗啊 首先我 這個地方 一般你就 你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如果你走這個的話 這裡就被我 衝斷了 這個 如果你強硬一點啊 然後 打一下 引力 這個地方是三旗 這個地方是四旗 所以呢 你說 你這個搬過來 你說老師 那我 那我走這個好了 這個你不能立刻斷 那我 那我這個虎成為先手 好 所以這個旗行 白旗 不管怎麼 掙扎 總不能夠最後 你走個半夜 弱一個 後手吧 好 所以白旗這裡呢 只好委屈的退了 只好委屈退 退完之後呢 黑旗沒關係 就繼續把這個頭 走出去 這樣子這三下壓 其實是非常便宜 它不但讓黑旗自己的死活 沒有問題啊 而且讓白旗的旗行變得很委屈 看起來當初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外事啊 現在變得只是一個委屈在山路為空的一個出頭 那這樣子也是 白旗 局勢非常不好 這些局勢不好的最大原因就在於 白旗送了黑旗的空之後呢 這裡其實黑旗永遠都是留有手段的 可是白旗不送黑旗空就會發生戰鬥 而這個戰鬥呢 白旗就是極為不利 所以呢 中國流布局它的 這個精髓啊 就在於 你只有兩條路選 一個是 你不有力的戰鬥 另外一個是 你送我很多空 那這兩個選擇 都是白旗不願意 也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啊 這個 講了很多 從 一開始 這個 上貼 到上貼完斷 到上貼完板 到上貼完自己單補一手 到這個下貼 到下貼完走本手 到下貼完搶出頭 等等說的變化 幾乎都已經想差不多了 那 當然啦 圍棋這個東西是千變萬化的 相信你如果常常打苦 還會發現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招 但是 不管如何呢 這種比較 呃 我們說比較正義的下法 我們今天全部都講解完遍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這個是慶祝呢 我訂閱人數達到1000人呢 特別講解這個 中國流布局 那如果呢 呃 大家還有特別喜歡啊 什麼其他的布局的話呢 你可以跟我講 那我會 非常樂意 這個錄製 好但是如果在其他 節目中有講過的 我就會建議你去看 好比說現在 微奇TV正在講這個 迷你中國流 好那我就不太想要講重複的 那 呃 微奇TV有講過中國流布局啦 但是呢 他基本上 這個局部是沒有怎麼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很重要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 多比較多參考 因為 呃其實我們大家的目的都是希望 微奇這一個活動啊 這個產業 這個興趣呢 可以繼續的發揚光大 好那在這邊呢 也跟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們啊 所以一聲謝謝 希望呢 我們以其會友 雖然說 沒有辦法 見面啊 這個素不相識 但是呢 其實看我的節目也看了很久了 那 相信呢 大家也都 呃 這個還蠻喜歡我的教學 那我也在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我的感謝 好那 我們呢 一起呢 都是從為其中呢 得到我們的樂趣 得到我們生活中 一些 額外的驚喜 好 那今天的節目就 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會